由华东宋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 雅比斯国际创意二度统筹企划策展的 2022宋谷原油会部落石乐园 27号到28号登场了 而坐落在花莲县复礼乡罗山游客中心 以夏季原名两杆为轴心 邀请了设计教父 抄刀主视觉 而排玩族艺术家谢盛华参与美学布置 原汁原味打造两杆乐园 由华东宋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 雅比斯国际创意二度统筹企划策展的 2022宋谷原油会部落石乐园 8月27、28号登场 我们希望就是来推广这个部落的观光 也使用这样的就是在地的生活的一个品味跟美学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来知道 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会持续的来办下去 那这个品牌我觉得在各地已经有造成很大的回响 以往在春季举办的纵谷原油会 这一次在盛夏降临的华东 邀请原名的六大族群纳入多元文化与体验活动 集结了超过50组部落跟表演者 展现部落夏季两感生活风格 它直接把那个原住民的布农族的文化 布农族阿美族的文化 有点像小剧场这样子 像刚刚有那个猎枪歌嘛 然后现在是八部合影 其实间接的让游客有认识我们的文化 然后其实你看摆摊都是原住民啊 然后原住民的话 像我们就是有在做文化导览 所以我们有放山枪啊 水路的角 就是也会跟客人聊天 就是也借机就是跟他们说我们的故事 坐落花莲县布里乡罗山游客中心 以夏季原名两感为轴心 邀请设计教父阿吉普老师操刀视觉 台湾族艺术家谢盛华参与美学布置 原汁原味来打造两感乐园 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